探索这个鸡舍的奥秘 小心不要夹到手 上下两层 快要完工了 蒙上网 鸡舍完工了吗 把材料都做完了 需要再买材料 还需要材料干嘛 还需要搭框 还有铁丝网 说说你的思路 两层 这个应该是门 对吧 从这进去 这边有扇门 然后这边 这边还缺一点点 然后这边有一个 然后这边有一个 什么样子 因为这个每个拐角这儿 都用一个三角做了固定 所以总体来说还是挺稳定的 再买点材料 看看鸡舍新进展 是不是快完工了 还要有几天 还要有几天 我看这个架子做的挺漂亮的 这一层 这个设计的挺好看的 这个不错 挺好看 挺好看的 这个设计是为了让它加工吗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沉重的 这两边沉重的 然后鸡到时候休息的时候 就被 抓了一个小蚯蚓 跑你那去了 鸡就会蹬在这上面 哦 然后会有很多干 一根两根三根 这么高啊 一根六根七根 好吧 那这个鸡 这个鸡舍能住多少只鸡 预计 我估计 七十只鸡 这么多 五十只鸡 七十只密度太大 现在也没那么多鸡 哦 你看这个射上的 来找你了 跟着我觉得安全 知道吗 外面全是老鹰 这只鸡被老鹰 我们从老鹰的嘴里 救出来 救下来的这一只鸡 现在已经基本上恢复了 还每天还下蛋 好 继续干活吧 期待鸡舍早日完工 新鸡舍 来见识一下爸爸做的豪华吧 鸡屋 感觉怎么样 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看 这个管上把它拎起来 然后把这个 这边 用个锁把它锁上 这样子鸡就在这个上面 然后上面会装很多的横杆 然后鸡就可以跳到横杆上面 就在横杆上面去削掉 哇 又来一个 全部都蒙起来 把铁室往外面到顶 然后到这一层 然后到这一层 下雨呢 下雨的话用个防蚁布 防蚁布往上一盖进去 防蚁布一直带的 盖着防蚁布就不难了 好看 好不好看 这里面来了一只 已经来了一只了 这什么东西 这是一只小鸡还是小鸭子 是个青蛙 我不是个青蛙 我是个鸭子 小鸭鸭 早上开门 看看 然后鸡就可以跳 然后把这个放下来 这个放下来 这个放下来 然后我们人就可以 但是这边有横杆 我们可能就放下来 但是这个放下来以后 如果是鸭子的话 它跳不上去 就可以从这边 然后爬上去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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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爬上去 啊 但是我们所以上面上 它们会爬上去 然后上来 然后呢 我们就不来 对 所以呢 如果是鸭子 如果是鸭子 就可以上来 然后呢 不愧被小混熟的蜴蜂蜂蜂蜂蜂蜂 嗯对 因为这个底下只是一条缝 如果碰到小动物 它往里面大土 然后钻一个洞 挖一个洞然后钻进来 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个上面还有一层切丝绑的包袱 然后那个小动物到不了这个上面 所以我们的积压在上面是安全的 它不可以抓它们的小 抓不到 它的高度 它顶多这么高 它够不到这上面 那是一个 像狐狸它不会站起来的 它站起来这边有铁丝网 所以它有铁丝网 铁丝网 它没办法抓破 所以它会抓起 鸡都会在这个海岸上面 出去玩了 走 飞这么高 这个是什么品种 这是什么品种 走 出去玩了走 走嘞 再出去溜溜溜溜溜溜溜 四点半开始做饭了 看我们升级过后的灶 上面烧了炖汤 烧菜烧水 这一点不浪费 升级终极版 烧个菜今天吃鱼 再炖一个汤 看今天做什么 哇哦 在 有菜 这个锅里面呢 有汤 这个锅里面在烧水 哇哦 这个锅里面在烧水 这个锅里面在烧水 哇哦 大鱼炖菜 大鱼炖菜 哇 好大呀 fucking 关注 啊 啊 太菜啊 啦 我